穿上救生衣 扣好安全带 坐上沙滩轮椅 下水了 在海域活动休闲教练的解说和协助下 伸张朋友也可以在海面畅快遨游 感受海水沁凉 海水不会很冰 凉凉的不会很冰 很舒服 这个躺下看天空 哇 真的太舒服了 这样我做得很清新的经验 不然都看白人在坐对不对 看白人在玩 我都没可以玩 这样会感到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玩 不需要设计说我们可以玩的东西 这边就是我们大鹏湾的帆船基地 所以目前大概这边有提供四台的沙滩车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 不管是伸张或者是我们的银法组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跟当地的业者的部分来做相关的预约 彭管处指出 由加拿大工程师韦德研发的沙滩轮椅 设计与一般轮椅不同 让轮椅足躺在上面就能由轻由推拉 享受在水上漂浮的快感 需要的人可以向帆船基地业者免费借用 原来我们伸张者的梦 不然我们伸张者要去玩这些设施 很多业者都会担心不让我们玩 对 所以跟伙伴一起来玩 真的这个感觉太棒了 来到大鹏湾的话 除了水上你可以去体验 路上的部分水摇车 你也可以去享受 但包括我们的台湾好行 包括我们的住宿的部分 都有辅导相关业者 来做有对身上朋友的一些友善设施 大鹏湾风景区帆船基地教练杨居斌表示 因大鹏湾都是囊状细湖 湾域有风无浪 行动不便者使用沙滩轮椅下水 只要做好平衡及克服怕星 不用担心风浪过度摇晃 还可以尝试力士滑奖 独木舟等不同水域活动项目 让行动不便者 也可以享受水域活动的乐趣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颅